嗯嗯嗯嗯嗯嗯 开锅开锅 嗯 今晚的话我们讲dvwa的代码审计 好吧 好 首先呢我们 嗯 把dvwa的靶场搭起来啊 不管你有什么环境啊 用pipstudy或者 bocker都可以 不限 嗯 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已经起来了 嗯 8001到80 我指定了一个短口映射 然后我们直接去发文塔 这是买着 10.0.30.60 好 嗯 Rena 嗯 的话呢 要做一下初始化 当然你第一次访问的话 他会提示你做一下数据库的初始化 或者说如果你以后需要做 重置一下初始数据库的话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reset db datbase 然后再去回到首页再重新登录 这下面呢 会有一些PIP的info函数输出的一个页面 介绍了PIP里面的一些 扩展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MySQL扩展 因为只有相应的扩展 你才能够使用相应的功能 比如说你没有MySQL扩展 你要PIP语法呢 就不支持什么MySQL Connect MySQL Query这种函数对不对 注意一下 然后还有级别 级别的话呢我们从主要有四个嘛 每一个漏洞的话呢都有四个级别 我们从低到高分别去看一下每一种漏洞 对对每一种漏洞呢做一下回顾啊 也这也是算复习吧 好吧 先把级别呢调到低 首先我们接触到的第一个漏洞呢 是叫BruteFalse 暴力什么破解 暴力破解 级别是低 然后我们直接看圆码部分呢 暴力破解里面的low级别的圆码呢 把它拿出来 就在这里 看一下 在这里面就没什么好讲的吧 就没有什么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简单的过一遍这个流程 一set判断什么 我们从get这个超级全局 超级什么全局变量里面拿到login 可以得知就是从这个圆码里面可以得知 我们这个什么表单 它的什么提交的是当我们点login的时候提交的时候 然后这个提交按钮它的属性名称 它的name是不是叫login 对不对 所以这里 it set就是判断一下login 当我们点提交按钮的时候 这个什么按钮也会被提交 里面的这个属性也会被提交 所以他会判断是否 就是说判断有没有login的话意味着什么 他会判断就相当什么 相当我们判断有没有点击这个按钮 对不对 如果有点击的话 然后去获取什么 get这里面的 username参数和password参数 分别做一下复制 复制给user和password 然后再对密码做什么 nd5的一个加密吧 我说 做一个 的运算 运算对吧 得到一个md5值 然后 构建我们的my circle的查询语句 那我们去看这个圆码的 就是看这个查询语句 可以看到这个doll user 和doll pass呢 分别是放在 单一号里面的对不对 用单一号引起来的 那想一想 这里存不存在 socle注入漏洞 其实这里很明显对吧 也存在socle注入漏洞 这里是获取用户的信息吧 然后输出什么就是判断用户 前面这个判断用户是否成 就是说查询这个账号密码是否匹配 然后把结果 复制对吧 然后输出登录成功 然后如果否则的话呢 输出账号密码错误 然后再什么 关闭这个埋设管链接 这个就很简单 这个low级别的漏洞呢 能存在哪些问题呢 想一想 如果你是 程序员的话 你怎么改进这个代码 也能够想得到的 怎么防止它什么 我们这里先 关注的是暴力破解这种漏洞 那你怎么防止它被暴力破解 因为你用get请求的话 是不是可以轻易的在url里面去修改 get里面的参数 对吧 那可以吗 被暴力破解 可以通过字典 通过那个burp 对吧 构建各种的get请求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get 为什么说它不安全呢 因为你想一想我们之前在讲日志的时候还记得吗 enginx或者apache的访问日志里面是不是会有 u 那个请求行里面的内容的日志信息 get 你们后面你请求的资源的路径 参数是不是也在那里面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 那个版本号对吧 对吧 所以如果你用get请求的话 想一想 你的这些用户密码 是不是直接记录到那些日志文件里面去了 对不对 所以get 我们就说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个优化 对吧 把get变成什么 post 基于post的话呢 是不是就日志里面就不会出现 这些数据是不会出现在日志里面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没有对我们的用户名密码做一个什么 限制或者过滤吧 就是直接什么 直接把它拼在这个字幕串里面 然后去调用mycyclequery去查询了 所以这样会什么 很容易产生这种circle注入漏洞 或者什么暴力破解 可以直接被爆破或者什么做注入 好那 第一集我们就看到这里 第一集的代码很简单 我们看到 中级 它的原码 把它copy出来 看一下 哎 我们发现呢 它对我们用户输入的 首先方法还是采用get 请求方法还是get 这个没有变 然后 只是对我们这个什么 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做了一个 函数的处理叫mycyclereal escape string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什么 我之前提过吧 想一下这些 这其实就是一个转译函数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网上去搜一下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 这是官网的帮助 这是官网的帮助 它可以转译circle语句中使用的字符串中的特殊字符 包括什么 看这里 在这个位置 散鞋杠 什么 杠杠 X00 放鞋杠N 换行 回车 对吧 还有什么 反鞋杠本身 还有什么 斗号 斗号 不是斗号 是单一米 双影 还有什么 EA 这下 my circle reels escape string 那是用这个用了这个函数来之后就一定安全吗 想一想 不一定 我们可以做一种什么注入 可以利用什么方法去绕过这个函数 编码 或者这种叫宽字节注入对吧 还记得吗 宽字节注入 对 假如说它的后端的编码 对吧 存在什么 存在 比如说GBK或者拉丁E这种编码的话 对吧 就可以做宽字节的注入 但UTF8的话就不行 对 UTF8就 这个我们之前讲宽字节的时候提提过啊 所以呃在这个中级别这里啊 其实是可以绕过的 对吧 就是可以绕过我们做宽字节 主单这里是爆破 我们也可以做宽字节注对吧 去 去做 然后 再看一下 嗨 嗨里面呢和那个impossible里面呢 其实它都用了这个checktoken这个函数吧 checktoken这个函数的原型在哪里呢 圆码在哪里呢 我们这里没有看到对吧 它不是在这里定义的 那想一想你怎么去找 这个应该找得到吧 知道会去找吗 我教一下你们啊 怎么找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但是在这个文件里面没有出现 或者在这个圆码文件里面没有出现 说明它放置在其他的位置 因为我们的首页可能会有include 的吗 整个index的这个首页啊 这个爆破的首页会有include 它可能包含了其他的pip文件 包含了其他的代码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找一下这个token 那这里token的什么 这里会有两个token嘛 一个是user token 一个是session token session token呢 是保存在服务端的 对吧 user token呢 是客户端发过去的 客户端收 就是那个表单 我们会生成一个什么 什么csrf的token嘛 对吧 表单会生成一个csrf token 这个token呢 会和服务端的token 保存的那个token呢 会做一个对比 会做一个check 对吧 这其实就是做一个什么 把这两个token 这两个这个函数啊 check token 就是把这两个token呢 做一个对比 判断一下一不一致 对吧 那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函数在什么位置 嗯 回到我们的中段 因为是跑在容器里面的时候的圆嘛 所以我们去到容器内部去找 p403 bin bash bash i t cd appdv wa 不是这个 vulnerabilities 对吧 嗯 brute 包括 嗯 这是首页对吧 其实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首页 或者说 如果你不想一个个文件去看的话呢 你可以去 过滤对吧 grab 加一个什么 -r的选项去递规性的搜索 就是在这个目录下面 所有文件的内容里面去找 对吧 就是一个一个文件找 找什么呢 找check 什么 token 然后我们指定brute这个目录吧 对吧 找个这个目录下面的所有的文件 好 这里面好像还没有我们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可以应该怎么 把它再放出来一点 或者说到app这个目录下面找 因为app这个目录是我们整个网站的个目录 去这里面找那就很多了吧 嗯 然后你可以去这里面看一下对吧 这这些文件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checktoken呢 很多的 这个漏洞里面呢 很多漏洞里面的这impossible 原码或者high 原码里面都会有这个checktoken 而且我们找重点是找他外面的 看到这外面是不是有一个函数啊 看这里 有一个function叫checktoken 是不是一看就找到了 在这里定义的吧 那你可以去这里面去找 然后他有三个参数 最后这个参数呢 是returnURL returnURL 就是如果匹配的话呢 我们会就访问这个URL的内容 然后去找这个文件 我记一下 cat 显示一下行号 其实他 他内容比较多啊 more一下 他其实就在前面的 是这个文件吧 是这个文件吧 然后我们 过滤一下 checktoken在对几行 在518行 518行 是在大概在这个位置 来往上放一下 这里吧 看这个函数的1 看这里 这个函数是不是实际上是很简单 三个参数 user token session token 还有什么 returnURL 如果user token 不等于什么 不完全等于session token 因为我们有用三个等号 对吧 好 然后并且什么 或者是什么 没有 没有设置什么session token 然后我们就报错嘛 然后回到什么 重定向到这个首页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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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这个 checktoken 所以说如果你认证没通过的话呢 是直接回到 回到当前一面 并且报 报错的对吧 就报了一个错误 那除了这个checktoken 团数之外呢 开了很多窗口 这个有 这个rails escape 对吧 这里都有 还有一个什么 strips slashes 我们这也讲过 PayP在处理这些什么 传过来的自我创造手术 会自动加上一个反节杠转移 就是会自动加上add slashes 对我们字符做处理吧 那这里就是把所有的什么 先把所有的这些反节杠给他们 清除掉 对 然后呢 我们再用MyCircleRailEscape 对里面的字符做转移 避免这里面 就是避免了这种宽字节注入 这种种动作 对吧 我们宽字节注入是不是就是由于什么 就是由于那个add slashes 那个函数处理过之后 好 其他的 什么说的 并且这里 判断了一下呢 我们的结果的函数是等一样 对吧 就只有一个结果 没什么 最后面这里生成了一个session token 这是高级别 然后impossible级别的话 看一下 但刚才的那个high级别啊 呃能够绕过吗 其实我之前是讲过这个high级别的绕过吧 就是他是通过了一个token的验证吗 对吧 删掉可以吗 肯定不行吗 因为他要做认证呢 他要check的checktoken的 你删掉之后 你删掉csftoken之后 他是没有了吗 他不是认证不通过啊 他就报错了吗 然后再回到首页 所以我们之前就怎么去 怎么去绕过 其实不能不是绕过对吧 而是什么利用这个token 比如说我们去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是拿到了这个token 这个token是可以在 就我们在请求的时候 是可以看到这个token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token呢 和我们要的什么 要发送的账号密码 要拆的爆破的账号密码 给他填进去 然后发过去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把正确的这个token填上去 所以重点呢 就是我们要什么 每一次要获取到正确的这个token 对吧 这个我们就需要用到burp的那些什么 那个功能吧 对 就是循环的什么 循环地归的去 拿到那个什么 token 然后填到下一次请求的那个token里面 对 这个我记得之前讲过吧 一样的 其实对 也是类似的 不准 对 对 嗯 好 我看一下 开一个机子吧 我试一下啊 我看一下 嗯 我看你开了 开了 不行,要用PINLAB就对了 没有设置这些东西 8080为什么有进程阶停 真的有 学在阶停 我切换成ROOT 这个是什么,serveU 是那个FTP吧,把它关掉 在这里面操作 现在再打开就可以了吧 用内置的话就不用打开这个东西 我已经开了 你再试一下,10.0.30.36的多少,8001 为什么要验证呢 我先把蓝姐给它关掉 等命 他说 爆破,把级别调到高,然后我们回到爆破 我的命12345 随便填一个账号密码 这里要把拦截打开吧 拦截这个请求,然后呢 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个Token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Token 执行这个动作,把这个请求交给Intruder 然后在 位置这里 把它 取消掉 我们只要密码部分吧 就账号我们用Admin啊 就确定是Admin 或者我们就拆一个Admin密码 然后 Token要不要 Token 攻击类型是什么 找查攻击PGFOX 然后在这个Option这边 是这个吧 Grab is checked 然后我们添加 获取到这个请求 然后找到这个Token 我们是要把这个Token给他填进去 搜一下 叫什么 c s rf 不是 叫userToken吧 user 在这里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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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面有一个 Vidrush这里要写 写always 对吧 就允许什么 处理这个闯定项吗 永远总是总是处理 然后 还有一个资源池 这里只能不能并发 这样去发吧 只能一个个的去 最大的并发数是1 然后Paylow是不是要设置一下字典啊 设置一个简单一点的字典 这个字典多大 3000多个 不行太慢了 找一下 找一下 应该有短一点的 全部清楚掉 password 然后pass 123 12345 简单一点啊 嗯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类型是什么 recursive graph吧 他会自动会把这个extrap graph 我们option里定的extrap graph的值 给他填到第二个pillow set里面对吧 然后这里有一个初始的值吧 初始的值要填我们刚才嘛 包里面这个 填进去 那就可以了吧 嗯 就是这样 开始分析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重定像素就一个 就一次 这个是成功了吗 就是可以看吗 这个长度啊 一般通过长度来判断 或者说点进去看一下对吧 他的内容 response 试音 试音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什么登录成功的这些提示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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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at 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302的层面上 这里有location 这些呢 看一看 嗯 在这位置 这是第二个青春 第二个青春 里面的内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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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包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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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球方法是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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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这个流程吧 这个你自己到时候看一下 就是主要是看那个长度对吧 有流程基本上是类似的 就是 看这个 把我们的什么 用这 用这token呢把它截取下来 然后放到我们的第二个请 第二只请求的时候带上正确的 用这token 我拦截第一次对吧 拦截第一次对吧 拦截第一次对吧 嗯 嗯 这是我们呃就是如果存在这种csrf 嗯 嗯 colin的话 token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爆破 嗯 就是high这种级别 然后 再来看一下这个impossible 即便 他的原码呢 刚才已经看过了吧 这里是strip strip slashers 然后 账号密码username和password都做了一个 好 嗯 看后面这个位置 这里 他说呃这里是总的失败的次数3 嗯 锁定的时间是15对吧 然后 账户锁定 现在有没有锁定啊 刚开始初始始 这是默认的值吧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他是不是做了一个 一个 你 验证你都输错多少次会什么 锁掉账号 或者说锁定多少秒 让你不能够什么 重新去对这个账号做爆破 其实很多的这种登录系统 是不是都会有类似的操作 比如说你只有10次登录机会 输错10次你的账号可能就什么 只能明天登录了 锁24个小时明天再登 甚至我们的银行的账号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 输错3次就就锁了 密码 对吧 这个在哪里实现呢 就在 这里有一个锁定对吧 就是当这个 时间啊 什么什么锁定的这个值为 true 还有一个 sleep 如果登录失败的话 对吧 会什么 等待3到5秒 你才能够从常新的重新的去登录 重新登录的话 你这个次数数又加1了 失败次数加1 而且 而且 这里是啊 这个是 更新这个次数 这个次数还是写在 而且还是写在什么 你看到 还是写在数据库里面的 它是update这个user表的数据库里面的 而且它采用的是这种预编译的形式 就pdo预编译啊 就对我们 这个 我看一下上面这个其实也是预编译 看这里啊 我们的sircle注入漏洞的 它的high和impossible级别 也用到这种方式 去做账号密码的查询吗 还有这里 看这个 它不是直接在 像我们之前什么low或者什么media级别 就初级中级级别里面 直接一个query的字符串 然后呢 再用myserclequery对吧 去掉这个字符串去执行语 执行什么 执行这里面的sircle语句吗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 叫sircle语句的预编译 预编译 就是我首先呢会什么 把整个语句的结构先定好 然后我们要改什么东西呢 我们是不是只要改user 和什么 只要改user 这是 这是检查这个用户的登录时间 对吧 那这个 判断登录密账号密码数在这个位置 就说把user 用一个冒号user来什么 来替代user 我们先不写具体的值 我们先用一个什么替代符对吧 来站位 先把这个结构给定好 结构定好之后 结构定好之后 然后再往里面去什么 绑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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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些什么 这些 band parents 还有 还有一个叫band value 这两个都是pdo这个模块的一些 这个类的一些参数 类的一些方法吧 这个你们看得懂吧 现在应该看得懂 就是对这个 这是相当做一个什么 实例吗 对吧 这是类的实例 然后调用这个什么 $db的prepare方法 去做一个预编译 然后呢绑定什么 这个预编里面的user参数 把user参数呢跟我们的 传进来的用户 获取到用户的值 对吧 做一个绑定 就这样把这个user 替换进这个什么 里面去了对吧 然后把password也替换进去了 然后我们这个参数 是字不串 类型都是字不串 然后再什么再去执行 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 然后我们最后是把这个参数 执行之后的这个结果 把它复制给roll嘛 这个变量 对吧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可以防止sircle注入 这样做可以防止sircle注入 因为你sircle注入 我们sircle注入 它的原理实际上就是破坏什么 我们sircle语句的结构吗 比如说我们roll级别 是不是它是用引号把id引起来的 那我们就什么 把前面的引 我们在输入的时候 加一个引号 把前面的引号闭合掉 把前面的这个sircle 把这个sircle语句的结构给它破坏掉 然后再自己写我们任何要写的东西 就可以了 这个用法我们后面经常会看到 这种对sircle的操作 这个我们首先提一下 这是第一类 第一类叫爆破 然后再看一下第二类 第二类叫命令执行漏洞 command injection命令注入 现在再去看这些代码的话 应该就很好看了吧 很简单的吧 来翻一下 判断一下有没有提交 是不是提交的数据 如果是提交的数据 我们从提交数据里面拿ip 这个参数的值 拿ip 然后复制给target 然后判断一下 这里有一个检测 检测检测 这个有一个pipuname的函数 可以用来什么 检测这个系统的版 当前的系统是什么 如果里面呢 包括windowsnt的话 代表你是windows系统 如果 否则的话 对吧 就是unix系统 其实就两类嘛 就算我现在超市统 是不是就两类呀 就做PC端的超市统 一类是windows 一类呢是unix 内unix 或者unix系统 对吧 就是unix这种阵营 有linux 对吧 或者说mac 都是内unix系统 但还有unix自己本身 所以 像unix系统的话呢 他的pin和windows的pin 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他会单独考虑 比如说windows的pin的话呢 是直接pin 因为他默认只是pin4次 但unix或者linux的pin呢 或者mac的pin呢 他要指定次数 因为不指定的话呢 一直会pin下去 所以我们会加上一个-c4的选项 让他只pin4次 那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 我们在sauce 命令执行漏洞 或者命令注入漏洞的时候 会用到哪一些 字符呢 比如说我们前面是不是写一个地址 然后中间 假如说我一个分号的话 我要catetc partd 这个命令 分号是什么意思 分号是什么意思 如果用分号的话 前面这条命令 是不是加上pin 组成了前面这条命令 对吧 和后面这条命令 都会执行 还是只执行一个 都执行对吧 都会执行 而且是按照顺序嘛 因为这个分号 在linux上面 就是一个命令的分隔服务 那我们再把它改成end end是不是也用在这里 也可以用在这个位置 end什么意思 之前我们学过一个命令 加个end符号 是把它放在后台执行 那我写一个end的话 注意啊不是逻辑语的意思 不是说前面这个命令执行成功 我才能执行后面这个命令 而是什么 那是两个end对吧 才是余运算命令之间的余运算 一个end呢 是把前面这个命令丢到后台 然后再执行后面这个命令 等于说我们这两个命令 其实是同时运行的 同时执行 比如说我们上面这个是不是就是按信号顺序 先执行前面这之前后面 那两个end呢 是当前面这个命令执行成功的时候 我才执行后面这个命令对吧 好这是雨 然后我们再再来换一下 或 竖线 这里竖线就不是或的意思吧 是什么意思 管道 管道 但是把前面这个命令的输出 作为什么 后面的命令的输入 不是作为参数 是作为它的输入 但像像这样子这个命令 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它里面已经有参数了 两个竖线呢就是或嘛 就前面这个命令失败 才会执行后面这个命令 这个我们复习一下这个搞清楚啊 这几个特殊作服在需要里面的含义 好 然后把级别 调为 中 再看一下 圆码 可以看到它对我们出 就是低级别做了一些什么改进啊 这是 就是就是我们调用的是shall exec嘛 你这边也也是exec 然后做了一个什么程度 好 这里看到没有 会转易嘛 会对里面的字符 我们设置了一个数组嘛 两个end和什么 这个分号 把它什么 定义为 定义为 这是一个关键字数组吗 这些类似于字典对吧 相当于字典 它对应的空 空 然后我们就 把找到的是什么 这些 字符呢替换成这个数组 里面这个关键字组对应的值 对我们的target嘛 所以如果你填到地址里面包含endend 或者分号的话呢 就会被转移掉 但是 这里面还存在一个漏洞是吗 它只是转移了这几个 那你用 其他的 是不是可以 他只转移了这个和这个吧 那你用一个end或者什么 管道或者两个数线是不是也可以 好 这是 中级 来再看一下高级 高级 high 好像比中级的话呢 多了一些什么要转移的字符对吧 等于这个数组里面多了一些东西 多了好多 括号小括号 dollar对吧 杠 分号end 括号 或 还有反引号 小括号左右小括号都有 这里有漏洞吗 就可以绕过 他是通过什么post 对吧 接post 那 还有一个函数 tree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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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字符 嗯 包括什么字表符 换行 回车 对吧 空白字符 垂直字表符或者什么空格 普通的空格符 编码 编码啊 可以吗 怎么要过 这些符号是不是都用不了了 一定用不了了对吧 除非这些符号里面 他替换的有漏洞 替换的时候对吧 有漏洞 好 没事 幸好 你 好 有颜色 有点 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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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对半部 这个是 还几遍 impossible 是不是更绝了呀 这比较麻烦 清除 清除反节杠对吧 清除反节杠 然后呢 把ip分离成四个实定制的数 然后 检查我们书的检查我们这个四个书是不是整数 这是把它放到一个数组里面去吧 就是保存到一个数组里面去 然后判断我们书的四个书是不是整数 如果是的话 我们再把这四个书拼接成 拼接起来 然后置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是吗 很难做了 就很难注入了 这是命令注入吧 csrf 还记得这是什么东西吗 你希望这忘了这个是怎么 原理工具原理是怎么的对吧 叫什么 跨站请求伪造 跨站请求伪造 嗯 low 这个场景呢是改密码的时候对吧 就是用户登录进去之后要改要改密码 但是改密码的时候呢 他没有什么 没有验证 我们直接什么 书新密码和确认新密码就可以吗 直接点change修改 那原码部分呢 也没有做什么特殊的操作 拿出来看 新密码 新密码确认的密码 然后判断这两个是否相等 如果等的话 我们对新密码做一个转移码 然后做一个md5 然后把这个密码呢通过update 同步到里面去对呗 那想想我impossible的话 是不是也是相当于要做一个呢 做一个预编译的 要买socle的预编译 socle语句的预编译对吧 也通过预编译来防止你的密码 在这个阶段 socle语句执行阶段 会存在的这种socle注入漏洞 好那前面的 对这个密码修改这种业务 逻辑 是不是要做一些防御 因为这个逻辑很不严谨 对吧 我们的防御手段是加一个什么 在impossible级别 我们会加一个当前的密码 而且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没有 对这个什么 表单做一个验证对吧 没有对表单做验证 表单里面的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再做一个 token user token或者csf token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低级级别里面我们想要什么 攻击这个用户想要攻击这个用户是怎么攻击的 他是通过get方请求吗 那我们伪造一个url 对吧引诱用户去点击就行了吗 然后我们在url里面填上这个密码核心 确认密码 然后诱导这个用户去点击这个链接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这个用户如果以前登录过的话 那他再点击是不是直接改掉了 那就算你有token也没有用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 攻击的方法就很简单 那这种怎么防御啊 用token有用吗 用token其实 防不了 用token是防不了的 因为什么 你是让他自己点 你不是攻击者去点 对吧 你是引诱导他自己去点 他自己去点 他点这个页面的点这个url的时候 是会有一个新的token 对吧 然后会用新的token去提交 这样呢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吗 可以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就是 因为你点的时候呢 可能是不是从一个正规的站点 比如说你是放在邮箱里面 把这个url放在邮箱的那个邮件里面 然后诱导用户点击 他和我们用户自己去访问这个什么 访问这个密码修改的这个页面 你自己访问的话呢 是不是点 当前站点的那个什么修改密码这个页面去进去的 他们是在同一个同一个圆的吗 对不对 同一个圆 对我们马上会想到那个prefer 对吧 prefer就是在请求头部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hbprefer 但是那个也可以改 对吧 也不是也不安全 那个是可以改的 那个 我们可以去构造对吧 那个prefer 对 所以这是 中的话 中的话是不是看过了 中的话在这里啊 中的话他是怎么做的 是不是就是判断了一下这个 我们当前的这个站点的名称和这个hbprefer 这个站点的名称是不是一致的 是不是我同源的对不对 同一个域下面的呢 请求吗 那你诱导这个用你攻击者诱导这个用户点击 你肯定是从其他域跳转过来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一个判断 判断这个请求的来源 如果来源不一致的话 这个就做 然后我们再看嗨 这个是中啊 然后再看嗨 用到token 对吧 用到token 检查token 然后检查密码 然后 就加了一个token吧 加了token的话想一想 如果这个站点假说它存在这种什么 XSS漏洞 或者说命令注入漏洞 就算你加了token 有用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种 多种漏洞的组合攻击 是不是威力也是很大的 对吧 这个token 我右导用户去点 好像不行 因为它里面请求鞋带了什么 这个token 对吧 用户点的时候没有携带 这个token 所以这样可以防止 防止 刚才抓包的时候不是抓到了吗 就我们抓包的时候里面有一个 对 是攻击者的token 对 用户点的时候 它页面的token是一个新的token 那两个token不一样 这个 所以这种就是用来的吗 防御这种攻击的 在这种场景里面 所以高级啊 我们可以通过csf token来防御 然后impossible的话 那就是什么 用上一个 current password 对吧 就对当前的这个账号做一个 当前的密码做一个验证 交验原密码 同时我们还要 结合csf token 检验csf token 这样 然后我们的soco与soco的执行 通过预编译的形式对吧 这样防止注入漏洞 通过这这几种 这也是我们其实很大很 就现在主流的这种改密码的时候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种 它不会让你直接改 或者它有一个什么验证的手段 对吧验证你是不是当前用户 可以用这个什么当前密码 也可以什么用邮箱的验证码 或者短信的验证码做 对吧 其实都是一种 对当前用户的一个验证 对吧 而不是直接改啊 这是csf 那下一个是file inclusion 叫文件包含 文件包含 看一下圆码 圆码好像没什么东西 好像就一行有效的对吧 我这个是 我这个是impossible low级别就一行 low级别就一行代码 光光从这一行代码里面 我们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对吧 我们得结合什么 语境 结合其他的代码 因为在其他的 整 他首页里面 index.pip里面应该是有一个 include include 有一个 cd dot app fi dwa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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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被包含进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哪个文件包含了这个 include 首页吗 index.php 在这里吧 在这里 如果我们设置了 如果我们有这个文件 如果是文件有 那我就包含这个文件对吧 文件存在就包含这个文件 否则 我们就包含外面那个include.php 就存在下啊然后这里 输出这个page的内容 最后输出page 那这个文件呢是 上面会 导入这个圆码吗 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包含 这里包含的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圆码吧 比如说你的级别是low的话 那他就会去这个fi的source里面呢 去加载那个low.php 也就是 这一段对吧 这一段圆码把它加载进来 这一段圆码呢 内容呢就是通过 get请求的方式获取配举这个参数的值 所以 很明显如果我们再把配举的值改成 我们自己想要 包含的文件对吧 这个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内容给读出来 这是 这一种 这种低级别 他的 语句主要是这一段 他会把直接把获取到那个file呢 直接 include进来 那我们可以通过修改这个配举的参数的值 来 读取 系统中的任意的文件 然后media级别的话 我看一下 中级别的话 文件上转 做个啥 很搞笑 替换了http 为什么 http 替换http和https 替换成什么 空 就是 远程的这种文 把它什么 注射掉对吧 不允许远程文件包含 还有呢 点点杠点点 反鞋钢对吧 点点反鞋钢是windows的这种 上一集目录的用法吧 把它贴换成空 就把它删掉 那想一想我怎么去绕过这个 media这个级别 这个是中级吧 media这个级别怎么绕过 比如我们之前在 低级里面 想要去访问什么etc password 是不是可以什么 etc 是不是点点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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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杠 对吧 etc 他找不定 那现在他把点点杠给到什么 注射掉了 那我怎么怎么去 就把它过滤掉了吗 但这过滤呢 并没有完全的过滤掉 对吧 我们可以采用双写的形式 对不对 可以采用双写的形式 因为他只过滤了点点杠了 那想一想点杠会过滤掉吗 不会对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闲 怎么闲 你看一下点点杠当他被过滤被删掉的时候 是不是还剩下一个点点杠 就把点点杠插在什么 中间 的位置 双写吗 去绕过他对不对 是可以的 测试你就自己测 反正是绝对是可以的 高级别了看一下 好也很 很神奇啊 文件名的匹配 对吧 这个是通佩服文件名匹配呢 他他他里面的这个信号就代表不是正则表示你们的信号 这是一个通佩服 通佩服就是以file开头的对吧 任意后面加任意制服吗 任一个任意制服 然后判断我这个文件符不符合这种 格式吗 如果不符合 我们就报错的呗 那想一想 它限制了什么 他限制了这个文件必须就是必须是file开头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吗 如果他不不符合这个 表达是就报错 那我们是不是得符合 他才能够什么不报错 才能够继续正常运行 符合的话 其实我这三个文件是不是就是file1.pb file2.pb file3.pb 那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是file开头的 他没有什么 没有过滤到这个 是为了这个是不是也满足 那我写成 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访问我本地的文件 通过本地协议的方式对吧 file协议的方式 你看一下这个级别里面 我们把配置能修改成 这样子 这也可以绕过他 好 这是 在impossible级别的什么 文件包含漏洞的原码里面呢 他是做了一个白名单机制 他直接 做了一个白名单 这个文件呢 一定要是什么 如果不是这些文件的话就报错 只有什么 只有是这些文件的话才能够增上运行 对吧 只有是file1.pb file2.pb file3.pb 其他的都不行 所以这种其微信面呢 我们就基本上 没办法绕过他 除非你有其他漏洞 和这个漏洞结合起来 对吧 嗯 再来看一个文件上传吧 这是impossible 那我们先把它调到low 这边 文件上传漏洞 首先这个文件上传 这个 上传功能呢 我们是基于表单的那个什么 那个输入框对不对 类型为什么file 是不是产生这种可以上传文件 那这个文件 的数据是通过什么方式上传到服务端 通过什么方法 post了吧 通过post 然后呢 然后呢可以看到啊看这里 没有做什么 限制 这里我们对 文件的 就是把这个路径 我们站点根目录 和 hackbo upload 这个目录拼接起来 然后呢 再把 这个是什么 把我们 这个路径和我们原来的 把这个文件上传之后的这个路径 对吧 拼接起来 就文件名部分拼接起来 得到一个目标的路径 然后我们输出了这里输出的一个目标路径 就是 告诉你文件上传在什么位置 对吧 就把这个值输出了 然后我们用到了什么 Move upload的file 去把我们上传的文件呢给他移动到 指定的那个什么 目录路径下面嘛 对吧 路径下面去 然后因为他上传之后他会有一个临时文件 就他会生成一个临时文件 这个就是low级别啊 这样会导致 我们上传的 因为他没有对我们上传的文件做什么验证 做什么过滤 对吧 那内容类型也没有做什么检查 所以我们导致我们可以上传任何的文件 我们再看一下 中级别 中级别呢对上传的文件的类型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检查吧 看这里 这个位置啊文件的信息 我们分别用三个变量呢 把这个上传文件的这些什么类型名称 还有size呢获取下来 然后把这个类型啊 当这里的类型是什么类型 是mime的类型 对吧 也就是我们hdp里面的呢 对这个文件类型的一个定义 如果他类型是图片 或者upload type 是图片的话 是pmg图片或者jpeg 然后文件的大小小于1万的话 然后就什么 移动 就保存嘛 这个移动其实就是保存 保存文件嘛 把图片保存起来 那想一想我这个 中级别怎么绕过他 因为他只是检验什么 m上传文件的类型吗 那假如说我在上传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把这个 请求给拦截到 然后把他的类型给他改掉 那想想我们在获取这个文件类型的时候 是或怎么获取的 是用这个files这个超级全局变量嘛 然后里面的type 里面的type是从哪里去的 是从hdb请求里面的那个content type 里面去去 那我请求的时候把这个content type 给他改掉 我请求头部的content type改掉是不是就可以 把这个文件类型给他 绕过他 ok 就这个中级别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绕过他 然后再看 hi 嗯 嗨级别的话呢 他就 他检验的就不顺利吗 htb里面那个content type的类型了 而是我这个文件的后缀了 对吧 他是直接对文件的后缀 还有文件里面的 内容的类型做一个检查对吧 因为他用到了这个函数吗 get image size 这件是我们熟悉的啊 那这里就是文件的信息 文件信息 然后文件的 呃 扩展名啊 就 uploaded est 就是保存文件的扩展 这个扩展名呢 通过 对这个文件的 上传这个内容呢 通过各种处理吧 对吧 对吧 然后得到了那个什么 点后面的那个内容 然后判断这个类型 然后我们会这个对这个扩展名 因为扩展名可能是大写 可能小写 我们把所有的扩展名都什么 转换成小写 然后再去与 JPG JPEG PMG 做一个比较 同时 是不是还会什么 对这个 用get image size这个函数对这个文件 做一个 检查 对吧 因为他同时可以他用来主要是用来 这个函数虽然是用来获取文件大小 但是可以用来 检验文件的什么类型 因为他他的检验呢不是简简单通过扩展名 而是通过什么 文件的一些 magic number 对吧 我叫magic number 魔术 就是前面几个字节有什么 他的文件类型固定的字节的一个数据 但这个其实也可以绕过他 对吧 绕过方法我们之前 也已经做过对吧 除还有一种更好的选择 就是他现在是通过get image size 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fileinfo的函数 fileinfo的函数替换掉这个image size 做文件检测 他也是专门用来做文件检测的 好在这种在这个级别里面呢我们是可以通过 上传这种图片码的方式对吧 来绕过他 但是注意一下图片码你在拼接的时候你的 这个A代码呢 要放在后面 不能放前面对吧 你放前面会破坏整个图片的 前面的字节数字节的数据 会导致这里检验会失败 然后 继续看impossible impossible token 老东西对吧 老家伙 文件信息 获取文件类型 文件大小 临时文件名 对同时也也获取了 这里获取mime的类型 也获取了这个扩展名 文件的扩展名 就两个都获取了 呃 然后 然后往下面看 看这里判断他是否是一张图片 这里首先是对他的什么扩展名做了一个判断对吧 如果是一张图片 然后这里啊 这个最重点是这个位置 是什么 清除掉任何元数据 by recording re encoding image 通过 从 对这个图片做一个重新的编码 或者重新的才 重新的编码吧 叫重新编码 或者创建一个新的图片 主要就这个函数 image create from jpeg 然后 通过这个图片 通过这个函数的处理之后啊 这个图片如果是一个图片码的话 他的图片码就是失速的作用 因为重新他去重新生成一张新的图片的 重写了这个图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场景里面 比如说我在上传这个图头像的时候 他直接调用了一个什么编辑器 可以让你对这个图片做一个 裁剪对吧 然后你点提交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上传这个图片码 那他是不是相当于你裁剪之后是对你的图片做了一个重新的编码 对吧 那你这个图片码是不是也不生效了呀 ok 在这场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这种这种场景里面就不存在这种 文件上传漏洞 休息一下吧 我们等一下再讲试一下吧 嗯 对吧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